日本方面预定要在星期五解散国会 同时要在下个月提前举行大选 那么首相安倍晋三说 这个决定是要广征民意 要来看看日本民众是不是 支持他把增加销售税的计划 延迟到2017年 不过呢 在日本各界普遍怀疑 安倍的这个决定 其实是为了延长自己的政权 我们下面为您连线 美国进驻日本的特约记者戈兰 来了解有关的情况 戈兰你好 英文你好 是 我们知道在安倍宣布了这个决定之后呢 立刻在日本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 但是也有非常多的质疑 质疑他的动机 跟我们谈谈为什么呢 这个疑点呢 从宏观来看 就是安倍政权的支持率在缓缓的下跌 那么如果现在不解散的话 等了两年之后 这个众议院的议员任期届满的时候 那么在竞选的话 那么按照安倍经济学现在出现的弊端来看 两年以后他是不是能够带领自民党赢得这个选举 一般相信安倍也没有很大的信心 那么从具体的事情来看 就是说安倍在昨天他开记者会说 他是根据昨天早上内阁府发表的这个经济数字 来决定来判断就是要不要解散的 但是事实上在安倍上个礼拜到中国去访华以前 日本已经传出他决定解散的消息 所以在从时间上来看也是一点不对 另一个就是说 现在的这个解散的这个时机 对安倍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因为在野党都没有准备这个竞选的这个 这么一个态势 所以很很适合安倍来解散 来举行大选的这样一个政治局势 是那么格兰就照你刚刚所分析的 那么看来提前举行大选 是对安倍的政权是有利的 那如果说安倍政权持续的执政下去 所谓的安倍经济学 是不是也会跟着继续进行呢 安倍自己昨天在记者会上已经说了 他现在也知道很多人在批评 安倍经济学是失败的 是不行的 但是他也说 没有一个人跟他具体提出 还有另外的什么办法 具体的办法 所以他认为就是说 这个现在没有办法 也只好走下去 所以一般来看 安倍经济学就还会继续下去 但是会怎么样 会成功吗 很多人都会怀有 都会持有疑问 是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戈兰 在日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 谢谢戈兰 那么持续的 我们也将带您关注 有关于来自日本的最新消息